过去的数年来,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中国政府持续购买美国国债,但美国本土的投资者却不停减持。 例如,十年前美国国债的总额约为3万亿元,但终于七成,即2万亿元,已尚未美国本土的投资者拥有。 但是至今前,美国国债的总额增至4万亿元,却只有三成为本土投资者持有,而且比例不断下降,那为什么中国还那么热衷于美债呢? 从央行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民政部、国资委的官网查询到,中国官方机构持有包括货币和债券资产在内的海外资产在2016年底已经创下新高,如果把所有的口径包含在内, 这个数字数被于商务部公布的5万亿美元,如何管理资产是个大问题,但原则是不会变的,持有多种资产是为了降低对冲风险,持有资产最终目的,是要获得收益。 无论如何,美债始终是AAA级商品,是世界上最有价值也最保险的投资品之一,今年4月以来美债利率大幅上升,是年轻收益率综合,最高达3.03%。 美债利率上升,不仅是美国经济持稳的一个标层品线,对持有价值1.19万亿美元美债的中国而言,美债利率上升就意味着投资收益上升。 中国持有美债,表达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性的需求和支持,稍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清楚,就当事而言,中国和美国无论谁倒下,对全球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影响,没有国家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,这是中国不会抛光美债的原因。 从另一个角度讲,作为美国的对手或竞争者,中国持有一定规模的美债,有利于削弱美国的信用和美元霸权的力量。 就像之前说到的,美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也最保险的投资品之一,但任何投资品都会有价值风险,美债包括美元也不例外,支撑其价值的是美国的国家信用价值力。 对于中国这种大国,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可能随意动用,而中国当下不可能也没有实力轻易的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。 从这个角度讲,美国和中国相对都属于无效威慑,要在本身弱势的情况下取得优势,就必须先找准对方并抓住的极弱点。 美国的极弱点就是其国家信用,其根本在美债的信用和美元的信用。 这里我们必须清楚的两个概念,美国债务上线,指的是美国国会批准的一定时期内,美国国债最大发行额。 美债,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以美国的预期,对经济的预期,税收作为质押发行的债券。 一部分卖给国外投资者,会收基础货币,一部分作为美联储发行基础货币的依据。 要保证美国的国家信用,就必须维持住美债的发行规模,不能无限的任意发美债。 在美债总量有限的条件下,中国持有一定规模的美债,会给予美国巨大的经济政策压力,压迫当局对华部友好政策出台的空间。 这也是中国不会抛广美债的最主要原因,实际上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。 但一般来说经济规律排除战争因素和体制因素是不可逆的。 从奥巴马时代开始,美国就几次提高债务上限,提高债务上限确实有利于缓解经济和政治压力。 但牺牲和打击的必然是美国的国家信用,因为投资者有了美国可以无限提高债务上限的预期,出于对可能产生这种后果的担忧。 当年美参众两院包括台团机构,都发生了激烈斗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